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通话最美的姑娘就站这了是吧 你看是自信的 好来看一下谁那个小伙 对谁感觉最好 选一中人 好来看一下姑娘第一个短片 通话山通话水通话里园我最美 我叫李园今年23岁来自吉林通话 我今天是一名美甲师 工资每月3000多 我的人生格研究是 年轻就应该怎么开心怎么来 想干的事情就必须要一定干 比如说我爱美 我想未整我就整了 我的下巴做得不尿酸 嘴唇做得不尿酸 然后鼻子做得埋馅 还有线雕 眼睛做得埋馅 然后眉毛做得文秀 我知道这样很多男孩接受不了我 但是我想做得就做了 我想美就美了 比如说我想学钢管舞 别人都说跳这个舞 特别不正经 有很多人说我闲话 姐 你看她舞跳的 这点不太正经的 别说脱了 我跟你拍 太晚了 我上镜不日 你到什么 这就是美的就酷 我就喜欢 我自己跳 爱咋咋地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热闹 特别愿意跟朋友在一起聚会 一个月也就在家休息个两天到三天吧 别人都说这小丫头太能玩了 不好老得像什么 但是我就是这样的事 我相信总会有人喜欢我这一块的 但是对于我以上这些疯狂的举动 我爸是这样说的 我这姑娘太任性了 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样早早早早的一样 爸 你这年轻就应该做玩 多乐呵 想干什么干什么 就怕你老了呀 玩也玩不动 乐呵乐呵不动了 想找人怎么不了了 皮都送了 你们说我说的对吗 对于我想找什么样的对象 我跟父母 家人的观点也不一样 我想找一个高高帅帅 白白净净 绝对是颜值担当的那种 但我爸跟我的观点就不一样 我希望我姑娘找的一个对象 别人丑着丑着自己看着好看的 你说你找那么漂亮有什么用啊 爸 你说你今天要找啥样的呀 我看台上那个书不好就挺好的 我不给你接啊 你接好你自己留着吧 还有我是一个能扎唬能张罗的女孩 想找一个能宠我包容的男孩 千万不要让我撒娇 不然会被自己惹心死掉的 我是偷话最美的里边 想找台上最帅的女 15号观帅 张叔你叫我叔叔选15号说挺好 你刚好把才会冷了你 你就是那种人群中 就是不会让人就是有多一眼盯住他 那种人别人看别人帅哥说 哇帅哥 然后看他就是嗯 别过了 真的就我真灭 我说心里话我灭灯真灭对了 其实你那短片里说的 说那个找什么颜值担当啥的 我认为就是说颜值虽然说我不是最高的 但是说我也是差不多少也能拿到 但是你这个灯灭的挺有自知自明的 我灭灯我说心里话我跟你也过不一块去 就咱俩的性格就整一块我说心里话我一个月之内 库巢都穿不起 咋的呢 那又又又又又又流酸又啥的往脸上弄一的 那那叫波尿酸还流酸 一到这可看什么一到这可他可会了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整容这东西不是说你想整你就能整 还得看你底子好与不好 底子好与不好就这个东西是我爹妈给我的 我不能轻易去给他改变 那你是你是属于追随最老的这个原则 你心里话就你一个包括他一个 能在你们脸上动动这些东西 说明你们还是自己不自信 我对我自己是相当有自信了 我对你当我这心里话没毛病 对 你就那嘴自信真的长一点不自信 哈哈哈哈 你也你你真不介意有好多女孩可能都微整了 他也不好意思说你是一点不介意 这这这这这这啊为啥呀 因为我觉得早晚都在人知道 因为你以前早什么人都知道啊 啊 然后有啥可介意的呀 就是什么样说什么样 就是比较那个 真实对 啊 实在好 KK 那个啥美女你刚刚在那个短片里说 你之前学过钢瓜舞是吧 对 我也会这个我我之前是做那个酒吧男子的 就是零五 然后能跟你一起跳一段吗 哎呀吗 啊 啊 行 行 行 来那来吧16号KK掌声有请 啊 全程教练 今天下来又PK舞蹈是吗 你不是说之前学过钢瓜吗 正好我也会点 你比了比了没 行吗 你没想 自由跳一段吧 就自由随意 对来一段音乐 你们两个自由随意随意的想怎么怎么怎么啊 啊 我们正好也感受一下 太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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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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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一点都不撒谎 看过你弄门了 哎呀 这跳一跳 不容易 不容易跳出暧昧来吗 啊 你们在酒吧都这么跳啊 对啊 就是 会 啊 我就拿着他 会做到一些互动 如果说我们有需要 会做到一些互动的 我能看出是做互动啊 开始俩人距离远吧 好像还挺放心的 我现在终于知道人家 年轻的姑娘小伙子对象为啥不放心 这么跳跳跳没有化学反应 不可能的啊 其实 肯定得跳一起去 不是啊 这为啥很多年轻人找的像是说 上厂商一页店去危险呢 对 太危险了 你觉得咋样啊 刚才互动的啊 还行 还行啊 你看中间很淡定 整我一脑门了汗啊 你看这是啊 好 谢谢谢谢KK 不错不错啊 好 这是第一个短片 来看一下姑娘第二个短片 继续了解一下 还有我特别喜欢金子 然后我希望结婚的时候 能给我买5G 如果挑选允许的话 可以给我来一个迪洛神话 我特别喜欢 这不是为我自己考虑的 是为了我们婚后以后 为我的儿女考虑的 通过短片一 你们可能觉得我比较自我 这可能跟我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 三岁的时候 父母离异 我一直跟爸爸在一起生活 没妈的孩子早当家 五岁的时候 我就能下盒洗衣服了 七岁的时候 我爸就叫我做大米干饭 由于曾经家庭的变故 所以我从小就很缺乏安全感 总想着长大了以后 一定要对自己好点 所以有时候确实 我得有一些自我了 但是我相信遇到对的人的话 他一定会把我宠成别人羡慕的样子 别看我平时大跃的很自我 但是对于孝顺这点我绝对不含糊 百善孝威胁 由于在外面工作的原因 不能总回来陪伴爸爸 但是每星期我必须回家一次 回去一次我就必须包一冰箱的那馄饨 给我爸爸冻上 来 姑娘 我爸爸冻你爸一冰箱 对 没人帮你家服务医 出了餐人去 不要还给你保 你懂 我家呢 今天生我和我爸两人关棍了 所以说我打算先去成人热恋 找一个女婿给打样 引回来 然后呢 我爸为人也特别好 又喜欢我爸的呢 阿姨们呢 抓紧联系我 那是我一样 你是一举好举得是吗 对 但是我觉得看到后面 给爸爸包馄饨包饺子这一幕 我就觉得大家就能看到 这姑娘绝对是一个孝顺的 都说这个姑娘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啊 就知道爸爸一个人这个过日子 特别是男人 就拿能做点面食啊 她都是那种特别糊弄 就是天天吃那个就是煮那个白雪面条 就是烘一顿四个人 对 那个方便呢 就这么糊弄是吧 回去一趟做面食 这也得挺那个什么呀 挺费劲呢 我就是有时候就是包饺子 就是费劲一点 然后要是说包馄饨的话 就是特别方便了 就是馅儿糊完之后 买那现成的一瓶 然后做炕上去 开始包看天思那样的 一次给包多少个呀 一次就再包两袋 就是两袋 一袋不是两袋吗 然后包两袋四袋 四袋馄饨瓶 来这也是想给我爸相亲 就我小时候爸他处过对象 都让我就是那时候不懂事 就是处我两个 都让我给就是脚黄了 从那以后 他就是再也没处过对象 你多大的时候 别人给你爸爸介绍过对象 我十八吧 十八的时候 现在就觉得他太孤单了 在家自己 他有时候都说 哎呀我真是觉得我太寂寞 太孤单了守到这个房子 然后就是也没有人说话 就是 就有点抑郁似的感觉 你知道吗 爸有啥优点 说说 特别能干活 就是什么吃活 吃苦吃累的活 我都能干 然后 什么 那个捡材货呀 然后搬大石炮的呀 啥的呀 就是只要是利息活 我都能干 苦都能吃 对老伴 特别憨厚 特别老 就是那个老实 对老伴也是贼好 哎呀你看看哈 现在是十六盏灯都灭了 我觉得好像 灭的有点突然啊 你自己总结一下 你觉得差哪了 可能是我那刚刚二五 可能是那个舞蹈是吗 现在才反过味了是吗 是 你知道就因为刚才那段舞 灭了多少盏灯 喜欢跳舞吗 我就是现在以前喜欢 现在不行了 就是可能是岁大了 就蹦不动了 哎呀 我以前哈 可愿意去那个酒吧了哈 一去哈 就坐一宿啊都行 现在一进去哈 挖的嗡嗡的就不行了 你现在你现在多大呀 24啊 嗯 24岁就岁数大了 蹦不动了 李远啊 嗯 文哥这是一个一个小建议 嗯 就是男生呢 愿意跟女孩一起做互动 年轻人互动其实也很正常 但是真是 如果找对象的舞台 姑娘互动的这个尺度 如果你稍稍的没注意 男生是会非常建议 但是我跟他跳舞的时候 我就把他当成姐妹 你知道吗 咋子吗 我跟你讲 就是 就大家伙灭灯的重新认识一下 这件事情啊 虽然说虽然说吧 我你你我你我我 我这现在是灭灯了 你说的那些找男友要求 是我有几项不符合 我 不咋扎机 你这姐妹这俩字 你给我整的太扎机 哎妈 气死我了 咋死我了 那我觉得他刚才说那句话 说24岁了 不行上酒吧呢 嗡嗡疼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其实原来可能年轻喜欢玩 现在有一个转变了 对 然后包括刚才你也意识到了 可能在KK跳舞的 跟KK跳舞的过程当中 有男孩灭灯 你都意识到这些问题了 我觉得可能接下来 就对自己的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行为你就